我想說,我們知道真理和心法是兩回事 在《天頭小木》的電影,雖然有些地方我不是完全認同的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很好,讓我們感受到神是時事在 祂知道我們一切的問題,祂隨時想幫我們 祂隨時有解決方法,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想到,神經常在找我們 經常在拯救我們,寫免我們的罪,幫助我們 這個觀念,當你入了心,是很不同的 現在神和我一起了,時時有一種很過人性的交流 我很多時候都會和神有這種交流 神呀,真是好,你做事真是很奇妙,很過人性的 神呀,我很喜歡你,很享受你,你又在幫我 我幾多次有什麼困難,你都幫我 我每次都會很過人性地想著神在我身邊 一邊看著我,一邊幫著我 他又很耐性感動,每一次又感動,我又很感謝神 我很多時候都會收到教導的信息 意念,很多時候會收到這些意念 我又感謝神,神就會耐性地引導我 當我在這裏一邊討告,神就給我一些意念 如何去教導,如何講導 有不同的方面,處理生命 這就是神的耐性 大家都會感受到聖靈去不斷提醒你 還有感情,很有感情地為我們開心 在看著我,在笑,在看著我,在看著我,在笑 在看著我,在愛我們的,陷情默默地看著我們 那時候,那個與神的關係就會很接近 另外,就是祂永遠在想著我們,整天都掛著我們 整天都陪著我們,在想念我們 和祂永遠在想著我們,為我們祈禱,亂和我們 很想和我們有更親密的關係 當我們一和祂親密的關係,祂就歡喜 很多人就會這樣 例如我們的努力有這麼多 有很多未做到的 我們經常看見那些未做到的 那你就覺得自己不夠好 這樣就很大壓力 但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可以這樣 我有努力,神是喜歡的 當神是亂和我們的時候 他見到我們有努力 他就馬上很開心 於是當你一親近神,你就說 神現在很開心,祂很喜歡見到我 這麼歡喜祂,這麼喜歡親近祂 就用了正面的觀念 我就說,我都是祈禱不夠的 我祈禱讀聖經都不夠專心的 我都不太相信神 我都有時懷疑神的 我有擔心的 我們想這些事情都是一堆男的 你經常想的是,是很多無端無盡的 但是當我們想,我們嘗試親近神 去愛神,神是很歡喜的 這個就會給我們很正面的動力 就不會覺得經常做得不夠好 因為這個世界上,就算在教會也很多時候 是律法主義影響我們 就是經常說不夠好,不夠好 你要做多些 雖然做多些是對的 不過當人有壓力的時候 就覺得,雖然有很多人想到神 哎呀,我做得不夠好 這個意念,我想我們中間很多人都是這樣 可能說,個個都是這樣 我做得不夠好 哎呀,神都不太喜歡我 這種意念在很多人的心中出現 但是其實神就說 其實你有親近我很喜歡的了 你一付出努力,我就很喜歡的了 變成我們一做少許 我們就可以很正面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常常在這個正面的心態 當然,我們聖經說到 我們做少許的神樂歡喜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節 神樂歡喜 我們就說 OK,那我只做一杯涼水 一杯涼水給一杯涼水 我停了 那又不是 而是說,我做少許的神喜歡 我就做多些做多些 但你做的時候就不會有壓力 死了,做得不夠多 就哎呀,做得不夠多 那就會有很大的壓力 就是總是說 我做少許的神又歡喜 於是我就做多些 又做多些 又歡喜做 又不會有壓力 做得不夠好 又不會有壓力 做完又沒有後果 又不緊要 就算你全方的那些不信 又不緊要 因為為什麼呢 神也一樣有賞賜和紀念 那你就不用說 哎呀死了 我不相信耶穌 那我有失敗 不用這麼想的 總之你一做,神又歡喜了 那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整天正面 是不是 還有我們內心都是 很多人都是保持一種 很負面的感覺 我們需要處理這些負面的感覺 還有耶穌很親切的 就是稱呼我們做 兒子、女兒 很疼我們的女兒 而放心 就是神呢 就是放心 不要緊的 輕鬆一點 就是這種的心態 是會幫助我們做人都輕鬆一點的 有很多人呢 就算做祖長都很猛的 很急的 那些祖縣還沒聽話 幫我們幫助一個人的仇 他沒有反應 我們的心又很急 那其實呢 越急呢 越不張軟神的榮耀 是不是 越輕鬆 那些人呢 人家越喜歡跟你一起 越喜歡跟你學習 越喜歡跟你學習 神謙卑服侍我們 在他前後環繞我們 哇神這麼謙卑 神你真是好 你這麼體重我們 你真是好 那這一種的心態 就會覺得 原來神很體重我們 關心我們 陪伴我們 很多時候 祂又會醫治我們心靈身體 所以我們有些什麼 傷心、憂愁、苦怒、失敗感 什麼都好 神都搞定 所以我們什麼都可以放心 放手 這個這樣的 就是 神給我們這張slide 你可以拍了一張相片 那你回去就經常思想 耐心化 就是每天都說 神現在在愛我 神在陪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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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加強我們跟神的關係 總的